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說到這個最近有一個那個 V啊 我覺得已經也不能算新人大概也出來 有一小段時間那個 螞蟻 蟻 我覺得 超可愛的 如果你有喜歡的V其實 其實我覺得 他在很多時候會不自覺的 拯救你的靈魂 像之前我明明就是單純做好玩的 因為是做好玩的所以其實這根本就沒有什麼 競爭意思也沒有什麼要 要給誰看要多少觀眾 其實就像我說的單純就是自己玩遊戲而已 然後可是雖然就是我後來發現但是 我那個時候 的心態就覺得啊為什麼他們 資源有這麼多然後 他們有可以畫出這麼好看的皮然後 為什麼他們有那麼多資源然後可以把事情做得這麼好 就會開始信任就覺得啊真好然後 甚至會有一點點那個 忌妒 後來才發現 這好像哪裡怪怪這跟初衷其實已經 不太一樣了吧 我就覺得 好像怪怪的 這樣不好 然後可是那個你當下是不會發現這件事情然後心裡面就是 會有那種負面的想法存在然後甚至會 故意不去 沒有去看他們的台但是 這就是為什麼我說那個 如果真的 有自己喜歡的V他會 會拯救資源是因為 我當初的這種想法然後 沒有脫離可是 我看到螞蟻 很可愛然後 然後那個 很多動作 都做得很好 後來 就因為實在是太可愛了只好愛了就 因為太可愛所以 就算心裡面 忌妒但是還是不自覺的 點了 點了追蹤 訂閱 按讚 然後 然後後來才發現 我之前到底在幹嘛 我應該好好享受跟V之間的 享受我看V的樂趣才對 怎麼會有那種奇怪的意思 所以 所以是 剛好看到螞蟻害我屁股不追蹤然後才 從那個想法中脫離出來 雖然那只是很短暫的一個時期但是 所以 這告訴我們還是要 多看一些V然後 你 你 基本上就是要滴啦反正 你看 你看V你遲早要滴滴的為什麼V開始就滴呢 喜歡可愛的就追隨下去